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钱挂和坑挂 今天开始讲 细词上 细词呢 咱们前两节课说过 是解释周易的 七种文字之一 分上下两篇 以前的传说是 孔子所作 但是 从宋代的北宋的翁阳修 就怀疑 不是出自孔子之手 据现代的学者考察 细词呢 应该是战国末期时候 陆续写成的 它里面主要是 泛论一理 内容相当博大 咱们要于课时有限 所以呢细词呢 只是选 选讲它 一小段 现在先给大家 把这段 整个念一下 细词上 天尊地悲 乾坤定矣 悲高以臣 贵贱卫 动静有常 刚柔断矣 方以类聚 物以群分 急勋生矣 在天成下 在地成行 变化现矣 事故刚柔相磨 八卦相当 古之以雷霆 润之以风雨 日月运行 一寒一暑 潜道成难 潜之大使 潜作成物 潜以益之 潜以简能 益则益之 简则益从 益之则有亲 益从则有公 有亲则可久 有公则可大 可久则贤人之德 可大则贤人之业 益解而天下之理得已 天下之理得而成为乎其中已 这段文字不长 但是它论述了 周易的最根本的思想 就是刚柔思想 或者说是 用咱们现在词说是 阴阳思想 头两句 天尊必备 乾坤定 这个尊字 甲骨文呢 是两个手 高举着 一个酒气 这个尊 就是咱们凯书里边 上面那个有字 就是那个酒气 底下那个寸子 在甲骨文里呢 实际上是 两只手的简化的 两只手的形状 后来呢 它引申出尊贵 长辈 等意思 在这个地方呢 天尊必备 这个地方呢 可以这个尊的 可以理解为高 高的意思 接近这个 两手高举的 这个酒气的 这个它的本意 一备 备呢 就是下的意思 高 相反的 就是下 潜呢 是指天 坤是指地 咱们前面讲过 潜坤 在八卦里边 它代表自然现象 就是代表天和地 所以呢 这句呢 可以这么翻译 潜为天 坤为地 天尊地 所以 潜尊 坤 坤 由此而定 这个翻译的过程中呢 咱们需要 有的时候需要加一些字 像这个 开始的时候 潜为天坤为地 这个原文里边 没有 因为它 这个古人都知道 但现在人 他不知道 所以咱们在翻译的时候 就需要加上 这个潜为天坤为地 背高以臣 跪见位 背高 还是刚才咱们说的 这个一个是高 一个是下 以臣 以 这个以 同这个以经的以 臣就是臣的 摆在那 跪见位 这个位呢 是 本来是 本来是名词 位置 在这儿呢 是 活应为动词 确定位置 这句呢 可以这么翻译 天高 地卑的形式 已经很明确的 摆在面前 天跪 地见的位置 也 因此 而 确定 动静有偿 刚柔断 古人认为呢 这个 天 天体是经常动的 支配地 所以呢 它是 属于 辅刚 地体呢 长静 顺成天 所以呢 是柔 有长 这个长呢 是 恒久的意思 呃 承久的意思 刚 是天的属性 柔 是地的属性 呃 刚的也是 阳的属性 呃 也是阴的属性 呃 刚柔断 这个断呢 是分开 分开的意思 哦 所以 这两句 可以翻译为 天动 地境 是大自然的 常情 那么 天刚 地柔 也因此 而分开 下边 方以类聚 物以群分 集凶生以 咱们现在汉语里 经常说的呢 是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啊 但是这个 成语呢 这个出处 应该也是 周易 这个地方 啊 这个方 他原来呢 叫方以类聚 物以群分 但是这个方字 在古文字里边 这个方字和人字 极其相似 啊 非常相似 就差那么一小 一小宏大 嗯 所以呢 高康认为呢 这个方以类聚 就是应该是 人以类聚 啊 是形似而物 因为行 自行接近 而造成了错误 在传超过程中 啊 超错 那么 人以类聚 物以群分 啊 这个现代汉语里 还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是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这意思 这意思咱们都明白 啊 集凶生意 这句呢 可以 这么翻译 啊 翻译的时候呢 还是 要加一些字 啊 人们的性情各异 啊 这个原文呢 就没有 啊 的确得加上这句呢 才更为通顺 人们的性情各异 同类的人聚在一起 万物的性质各不相同 按照他们的性质 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群 不同类的人 不同类的物 形成矛盾 而相互对立 这句也是原来没有的 啊 我们给加一句啊 就是不同类的人 不同类的物 形成矛盾 而相互对立 集凶 因此而产生 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 阐明了 啊 就是集凶生意 啊 这个地方呢 它实际上就阐明了 这个 就是宇宙之间 就是一切的人 和事物 都处在 矛盾对立的状态 啊 从 开始说 从天地 到乾坤 到人 和万物 都可以分为 阴阳 两达类 这个思想呢 也是 周易的最根本的思想 就是用现在 我上节课说了啊 用那么现在的词来说 就叫对立统一规律 它就是都是 从不同的角度 在描述 宇宙的 最普遍的规律 啊 可以叫 咱们现在的词叫 对立统一规律 啊 在周易里边 就是阴阳学说 在天成下 在地成形 变化现意 这个呢 大家看呢 它这句 没说是什么东西 没有主语 在天成下 在地成形 变化现意 大家想一下 这个主语 应该是什么东西呢 在天成像 咱们先看一下 这个在天成像 这个像呢 是指的日月风雨 等等 自然现象 在地成形 这个形呢 这指的是 山则草木 鸟兽 等等 所以 这个主语 应该是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这个阴阳二气 这个呢 就是 可以说是 这个阴阳二气 不是具体的东西 它是哲学 哲学概念 它是 很抽象的 而这个阴阳二气呢 在天上 它就形成了 所以这档句呢 可以这么翻译 阴阳二气 在天上 形成 日月风雷云雨 档 自然现象 在地下 成为 山则 树木 鸟兽 等 形象 它们 都因时间的推移 而在变化着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继续 产发 周易的 最根本的原理 就是这个 阴阳 阴阳学说 就是说 万事万物 咱们能看到的 不管是天上的 地下的 所有的东西 它都是由 阴阳 两种气 构成的 下面 事故 刚柔 相模 八卦相大 刚柔 就是 阴阳 事故 就是 阴死 这个刚柔呢 在这儿呢 也可以理解为 阳阳和阴阳 所像的 刚柔 两类物质 实际上 就是刚才说的 阴阳 两种气 刚柔 相模 八卦相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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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击的意思 所以这样 就可以这么翻译 因此 刚柔 两大类物质 相互 充击 八卦 所 象征的 八类物质 这个八类物质 实际上 就是 万事万物 可以 把它按照 八卦 分为 八类 八卦 所象征的 所以你可以 翻译为 八卦 所象征的 万物 相互 产生作用 古之以雷霆 润之以风雨 五 在这 就是 动的意思 古之以雷霆 润之以风雨 这个 之 在这 是指 万事万物 雷 就是 天上打的雷 停 在这 是指 闪电 雷停 并取 就像咱们 今天说的 这个雷电 一样 润 在这 是滋润 咱们说个 八卦里边 震卦 代表 雷 离卦 代表 电 迅卦 代表 风 砍卦 代表 雨 所以 这档句 可以这么翻译 宇宙间的万物 用雷电 来击打 用风雨 来 滋润 这个 日月运行 一寒一暑 这个 比较好懂 日月运行 一寒一暑 可以这么翻译 日月在天空中 运行 就形成了 四季的 寒来 暑网 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一下 古之以雷霆 润之以风雨 咱们也说过 润之 就是 毛泽东 年轻的时候 他叫 毛润之 这个润之 两个字 就是从 周易这来的 咱们上集会 讲了 讲中正 这个 中正 二字 也是 从周易的 得中 得正 来的 蒋介石 蒋介石 这介石 也是从 困挂的 谣词 来的 所以这些 就在 现代史上 最有影响的 两位 人物 讲的是 毛泽东 他们的名字 都和周易 有着不解之缘 由此 可以看出来 周易对 中国 文化 影响之深 下边 前道成男 坤道成女 前 在这指的是 天 坤 在这指的是地 所以呢 这个呢 可以这么翻译 按照天道 形成了男人 按照地道 形成了女人 前之大使 坤作成物 这个 王远村解释 前 前之大使 这个之呢 相当于 做 大使 就是最开头的时候 使是开头 大使是 最开头的地方 所以呢 这句呢 这个坤作成物 这个坤 还是指的是地 这两句呢 可以这么翻译 天的作为 是在 宇宙形成之初 创造万物 地的作为 是 养育万物 以上 八句 啊 就咱们四个字 算一句的话 以上八句呢 是 说的是天 地 声誉万物的功能 最开始的六句 讲的是 就是 这个 天地 它的这个 是 矛盾 对立统一的 下边 潜以意志 坤以解能 这个潜以意志 这个 意 是平意的意思 平意 知 就是智慧的智 简 啊 坤以解能 这个简 那是简易的意思 所以这两句 可以 这么翻译 啊 天 以它的 平意 而成为 它的智慧 地 以它的 简易 而成为 它的能力 这个呢 再给大家 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天呢 它是 创始万物的 它创造了万物 所以呢 它肯定 有 非同一般的智慧 但是万物的变化呢 有规律可循 并不是 神秘 不可测 而是 平意的 可以了解的 所以呢 叫天以其平意 而成为 其智慧 啊 大地呢 它能够养育万物 这样呢 它也是 肯定 有非常的能力 但是呢 它也是有 规律可循的 并不复杂 而是 简单 一懂的 嗯 这个就是 潜以意之 昆以减能 这个八个字的意思 下边 意则意之 简则意从 啊 这第一个意 是 平意 后边两个意 是 容易 知呢 是了解 从是 遵从 啊 这个八个字 比较好懂 啊 可以这么翻译 天到平意 所以 人们呢 就 很容易认识它 意到简易 所以 人们也很容易 遵从它 一支则有亲 一从则有公 有亲则可酒 有公则可大 啊 这个呢 也比较好懂 啊 可以 这个一支则有亲 亲呢 是指亲近天道的人 有公 这个公呢 还是指功效 有公呢 就是指发挥功效 哦 所以这句呢 可以这么翻译 天道 容易被了解 因此 就有 亲近 天道的人 地道 容易被遵循 人们就可以遵循它 而发挥出各种功效 有亲近天道的人 天道就可以永恒不绝 有发挥地道功效的人 地道 就可以产生 更巨大的 作用 再往下看 可酒则贤人之德 可大则贤人之夜 嗯 这个呢 也比较好懂 啊 可以这么翻译 天道可以永恒不绝 贤人就可以 效仿它 成为自己的德 这个贤人呢 是指 德才兼备 的人 叫贤人 啊 我再念一遍 天道 可以永恒不绝 贤人就可以 效仿它 成为 自己的 德 地道 可以发扬光大 贤人就可以用它 来 建功立业 最后 这个 三个短的句子 一简而天下之理得已 天下之理得而成为乎其中已 成为乎其中 成为呢 在这是确定位置 意思是说 掌握了天下万物之理 就可以在其中 确定 阴阳 刚柔 上下 贵贱的 位置 所以最后的 这三个小句子 可以这么翻译 一简 二字 足以说明天地之道 而 得 天下 万物之理 得到天下万物之理 就可以就可以在其中 确定阴阳 贵贱的地位 这小段 它的中心思想 就是深刻说明 一简八卦 本来就是用于描述 宇宙间万物变化的规律的 人们掌握它 就掌握了这个宇宙万物变化的规律 就可以 明贵贱 就可以区分 尊卑 从而也就可以正确处理 人世间 乃至宇宙间的 各种问题 这个细词呢 咱们就很简单的 讲这么一小段 下面呢 给大家 讲一个 和周易相关的 这个 古代的 算卦的例子 这个人物呢 也是咱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也是现在上进率非常高的 就是清代的 大学者纪小兰 纪小兰呢 他的名字叫纪云 云这是一个日子 一个均匀的云 一个日子 右边是一个均匀的云 这是他的名字 他 这个 古修四苦全书 但是他这个 他小的时候啊 曾经有算过一个卦 这个卦呢 这个很有名 所以呢 被记录下来 而且广为流传 说他这个 年轻的时候 二十岁以前的时候 他考乡试 他这个老师呢 很欣赏他 觉得呢 他应该能考好 但是呢 也有点担心 所以呢 就说在他考试之前啊 就为他 用周易 算了一卦 得到这个 是困卦 六三窑洞 所以呢 他这个老师 一看着窑词啊 就连连窑头 说哎呦 说这个 记要来啊 说记云啊 说你这 够恰啊 你多半是考不上了 啊 为什么老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困卦的六三窑 六三窑词啊 是这么说的 困于石 聚于吉利 入于其共 不见其妻 凶 什么意思呢 困于石啊 就是说啊 这个人呢 走路不小心 被石头 拌了一大跟头 啊 聚于吉利 吉利呢 就是那种 有刺的那种 啊 就是咱们说那 荆棘那一类的东西 啊 有刺的东西 啊 聚于吉利呢 就是 他这个被绊倒了 绊倒之后呢 他拿手一抓 找找抓的这个 有刺的这个鸡 这个这个荆棘上了 啊 大家想这情况 相当悲惨了 非但如此 啊 等到这人回到家 入于其宫啊 这个宫呢 啊 我已经说过 这个先秦时期 这个宫 就是指一般的房子 就叫宫 啊 不是指 开这不是宫殿 啊 他回到家 进了他的屋子 还看不见他妻子 啊 这个妻子本来 应该在家做饭的 啊 结果可能被强盗 抢走了 或者杀了 是怎么知道 啊 所以最后 这个谣词 最后一个的就是凶 啊 大家听 大家看这没有一个好事啊 开始摔了一根 到拿手一抓 还抓了 抓了一手荆棘 然后回到家 一看 妻子也没了 啊 被人抢走了 可能被杀了 所以很凶 啊 但是季晓兰看了这个谣词之后 他跟老师说 他说没关系 他说我能考上 而且能考第一 他老师说 你凭什么这么说呀 啊 这杰兰 他就说呀 他说你看 这个入一七宫 不见七七 是凶 说我根本 我 我还没结婚呢 我还不到二十岁 我还没结婚呢 是吧 这个 所以 他就不见七七 不是说 妻子被杀了 啊 不是这意思 啊 对于我来说 不是这意思 对于我来说 什么意思呢 这个 妻子呢 现在咱们都叫配偶 啊 当然丈夫也叫配偶 啊 那么不见七七 对于我接下来 现在考 参加考试来讲 这个 不见七七的意思 就是说 我没有 和我能够配对的 啊 他的原文叫 墨之于偶 啊 就没有一 没有人能够和我配对的 那我不就是考第一吗 啊 没有人能够和我批敌 那老师说呢 你这个被石头半倒了 手抓的吉利是什么意思 他说这个啊 说的是别人的 他说这个 第二名 可能是一个姓石的 啊 呃 这老师呢 反正也表示怀疑 然后呢 这吉尔兰就参加考试了 而考完的时候 果然他就是考的第一了 而且更有意思呢 是就是说他第二名 果然就是一个姓石的 啊 石头的石 啊 更巧的呢 第三名呢 是一个姓米的 啊 咱们想的这个米呢 就是那吉利呢 你要用汉字啊 就是那个荆棘啊 带刺的荆棘 你要用汉字来描述的话 可能米字是最合适的 啊 其实我看他第三名呢 就是一个姓米的 啊 啊 所以这个例子呢 这个例子呢 其实就告诉咱们大家呢 就是说在解怪的时候 千万不要拘泥于 这个挂窑子 他说凶就是凶 那还不一定 啊 还得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这个所以古人解挂的时候 也是非常灵活 非常灵活 啊 这个 周一呢 咱们讲到这儿呢 就 呃 讲完了 这个今后呢 还是希望大家呢 就是 还是我 我说的 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咱们时间很有限 不可能讲太多的内容 今后还要和大家自己去 啊 呃 支柔的尊严啊 今天咱们课在讲完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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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